我們認為是下腹 其他事要幫助你 那可是這也是他們的法律 他們最壞的事情就是你騙人 你殺人放火都沒關係 你只要騙了人 那就死罪 因為他們都不騙人嘛 所以大家講話都人言嘛 就是性嘛 你講話不算話 你就是不能當人了 就要死了 那他有個辦法就是 這個人如果跑掉了 不管你跑得再遠 他一打那個鼓 你肚子裡的鼓就活過來 就滿肚子是醜 所以鼓這東西呢 其實是很好的東西 因為他們自己養 養的是 他在那個環境裡面需要的東西來保護 那我們不知道 那就是你去那邊 就是你跟那個女孩子在一起很開心的以後 他說你要不要留下來 你說不要 他生氣也沒關係 都不要 真的不會留下來 我是來這邊轉一轉的 我家裡有老有小 上有年脈傷心 下有欺惡多人 對不起 不能跟你在一起 那他不會殺人 他不會給你下鼓 而且下鼓他一定要放在奶水裡面 所以你到那個地區 他最後給你喝一杯奶水的時候 你就知道 危險 你不要喝下去了 他就要下鼓了 那鼓敵人呢 因為很多人對鼓不瞭解 我們最早在鼓 鼓又有很多種形式 鼓又有很多種形式 那是很很很很傳統 因為這些族群就是赤油的後代 赤油跟那個皇帝大戰他們都 蹲到山裡裡面去 他們是巫術 他們是最厲害的 所以那時候當時開始打不過他們 他們那個東西 傳統都還在 因為他們躲在山裡面 最艱苦的環境 所以他的文化可以保留 是滿有趣的 所以 如果你要談到這個部分 我們就可以 下次我們就可以 拿一些這種的片子來看一看 那我們也可以比較一下 比如說西藏 他的這個 笨教的那個部分 那個巫術 他是用怎麼樣的力量去形成 但是 就我剛剛講的 真的 有這種能力的很少 後來他變成一種神之的緣以後 很多人裝神弄鬼 我是什麼大巫師 其實一點力量都沒有 真的一點力量都沒有 他 地位很高 那真的沒有 在非洲很多 地位高的不得了 後來他就是騙你了 你看這東西 你看喔 放在那邊 砰 他手於灰冒煙了 那很簡單嘛 那是化學嘛 好 你聞到這個煙了對不對 我要把你這個裡面的 這個膜已經進到你的身體了 我幫你去除 你要給我五百塊 鬼才不理答的 他就是要騙錢 這樣很多啦 那所以 基本上就是 你如果對這個 不懂的人當然 你說外面 我們尤其在中國裡面 台灣也是一樣 其實台灣有很多的 就是所謂的黨紀啊 那些東西 他們都屬於神漢 那有些東西 有些是很好的 神漢 就是屋師 就是等於屋一樣 它是人跟神之間的橋梁 那很多人也忽然間 感知系統被打開 它有屋的 某些被喚醒的 可是你看這些人 多半都是家庭失敗 事業失敗 當他疾苦 想不要活下去的時候 力量就出現了 等他開始發達了以後 這力量又消失了 大部分是這樣 你用統計的方法來看 可以看得很清楚 還有沒有問題 那通靈 老師呢 有看到在非洲 像我們這樣有通靈的人 有說通靈 像你剛剛有說 他會看到大概小時候 這是一種通靈的人 對 他就是像我們做夢一樣 他看了你的時候 那個影像就出現 他就直接問你 像那種通靈是 大巫師可以教小師 還是說那種通靈是 我們有時候說帶天命 好像說一種人 才有這個福分 或者說 還是說可以去教的 可以去訓練出來 不然這樣 這個人如果死了 就沒有人通靈了 沒有一般來講 在非洲的巫師 大概 就是說 多半就是說 有一個人來他生病了 那物醫幫他看病的過程裡面 他發現 你有這種根源 有這種根源 他就問你 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成為一個巫師 他告訴你 這很辛苦 那 那不是交換 不是說 那你如果願意當巫師 就會好 不願意當巫師就會死 不是這樣子 說 這是一個機會 對 那他跟你講 你覺得說 那就是我要的 那他就會開始交目 這是一種 另外一種 他們有 剛剛我們看到他執照 那個 他們有巫師學校 它也是一個階段 一個階段 有課程 有實習 所以他們才有巫師證 還有收費表 收費表不是他自己訂的 是巫醫公會訂的 對 他有訂的 有一定的 一定的加募 比如說收肌 多少錢 肚子痛 多少錢 頭痛 多少錢 不同的價碼 這樣子 那你說通靈 我們所謂講 通靈的時候就是 這其實來講 都是一種感思 當你給他一張照片 或你跟他講話的過程裡面 他就出現影響 這是一種很奇妙的一個力量 那對有的人來講 一點都不奇怪 因為如果以前你沒有的話 尤其在叢林裡生活 叢林裡面都是 樹上有什麼東西會跳下來 草叢裡什麼東西會鑽出來 你怎麼知道 你要在那邊討生活 你沒有很強 沒有辦法用理性去思維了 而且他們還會變成一棵樹 變成一個什麼 你怎麼會發現他們 就是感覺 所以那時候人的感覺很強 所以他幹什麼 他都會預知 他的做夢也很清楚 因為他腦筋沒那麼多混亂的東西 當然這個部分 我們目前能做的 就是用這種比較的方法 用統計跟比較的方法 就是說 這種心情通常比較發生在 怎麼能的身上 那可能是 用個機率來講 可能跟什麼有關 都是用這樣的方法 老師那你的助手 你說他 你們這個工作完之後 他就去學巫師 是因為他發願去 沒有沒有 他很有興趣 他覺得說他好了以後 他覺得那太偉大了 太偉大他覺得說 哇那太好了 後來覺得說 他這樣可以 救很多的人 可以幫助很多的人 他覺得說 自己看到自己要 要做的事情 一然決然的就說 這事情我幫你們做完以後 我要去再回到大巫師 那很快大巫師也收他 那我也是後來透過他 也進入到比較深層的巫的世界 後來他變成一個 很好很好的巫師 他是有受教育的人 他受過教育 他念過大學 他的艾滋病是真的艾滋病 對真的艾滋病 那個全部都有啊 那個檢驗報告都有 所以後來人家人家說 這怎麼可能 這心念的力量很難量化 有一本書《曠野的聲音》 剛才老師提到 找來看 裡面很多的情節就是 老師說到 都沒說到 都在裡面 還有一本書叫《追蹤師》 就是這個人你知道嗎 專門去根據這個各種動物 昆蟲他們的行進路徑 他去學 然後了解 甚至這個 比如說這個老鼠 是什麼時候經過的 然後經過了 是不是歪了一下 這個追蹤師 他完全可以看 就是說我們人事實上 有很多很多很多的錢 完全具足錢 你我都一樣 可是我們都算是 你講的那個追蹤師 顧熙曼仁就是 顧熙曼仁就是 他很奇妙 我們曾經試過他 那有時候我們看到 這個兩隻獅子 走過來 兩隻小獅子在玩 那我們就把它錄下來 拍下來 怎麼玩怎麼玩怎麼玩 那後來 那後來他就 我們就叫 顧熙曼仁來看那個足跡 什麼東西走過來 他說 哦 兩隻獅子 怎麼樣怎麼樣 那有一隻腳 可能有點不太對 所以他跳的時候 他一定要移到這邊來 想能跳 左方腳 右方腳 有時候他一直 受力那個腳 比較要用力 他說 我們都沒有看出來 他說他走到這邊 又怎麼樣 我們看足跡哪來看得出來 他們怎麼玩的 怎麼跳過來 根本關就看不出來 他可以把那個目 全部敘述一遍給你聽 所以你說他就是 我不相信 他是靠足跡去判斷 他看到足跡 他看到這邊 他就一直講到那邊去了 他看到足跡 他就好像那一幕 剛才那個動物經過了幾分鐘 什麼時間經過 是怎麼樣怎麼樣 他完全跟你講得很清楚 就是有些是這樣的 不是說全部啦 有能力的 我補充願 我們在布希曼人上看到 這個能力 那些書看起來很過癮 回去找一找曠野的聲音 還有追蹤是有三本 三本 我們這兒有一位在非洲也待很久時間 醒家有沒有什麼 什麼話題想跟老師分享一下的 李醒家女士 李醒家女士 謝謝 謝謝